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荣誉的最高端到人生的最低谷 心高气傲的他会有怎样的反思 要是真相他总是要有人去捍卫的 没有人捍卫的话 这个世界的话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很糟糕的世界 再出江湖他又将掀起怎样的风潮 用墓水有的剧品贯的正常世界 如果我不能比平反的话 我不会干任何事 本期《财经面对面》 对话格林克尔集团创始人 顾主军 顾家长您好 9月6号是您从监狱里出来的日子 但是不知道这几天 我不知道您有哪些事情做了 然后出来之后第一感受是吗 出来之后我是觉得呢 我现在终于可以把我的声音说出来 因为我在监狱里面就关着我 我在里面呐喊 这个这个吼叫 甚至弱骂 肚子没用来 外面就听不到我的声音 那我觉得我现在出来以后 我特别想把事情的真相说出来 因为这个真相呢 我认为这是真的是这个这个 我今天我作为一个科学家 然后呢经商 无论说我想不到一个中国最邪恶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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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件 像6号到现在13号差不多一周的时间 这一周的时间您具体有没有 因为您的生活肯定是特别大的转变 里面是很很规律 或者说我们不太了解的生活 然后到我们到生活在我们周边 我不知道这几天 您有什么生活上的改变 没有 我这之前就是想怎么开发部会 把这个真相告诉大家 因为我觉得全国人民都有权利制造真相 然后呢 我觉得不能让那几个贪官污吏 把持话语权 要把这个这个把这个自然性的给我放出来 那我肯定要说 那即使我说完了 明天就给抓进去 我还是要说 因为我觉得真相 还总是要有人去捍卫的 没有人捍卫的话 那个这个世界的话 我觉得应该是一个这个很糟糕的世界 我相信现在中国的话 应该是比以前进步了 我总的理解呢 是比这个这一次 这个这个中央在这个法治建设上面 我认为花了很大的决心 而且重申这个法比人大 那个不管读告的人 只要犯了罪 都是被受到罪咎的 这给我信心 您愿意跟我们说说 这七年在那个监狱里面的这个生活吗 监狱里面这个地方呢 说哪个话 真的是一个没有办法言传的地方 你像我在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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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守署的时候呢 那就关了四年 你知道看守署是 你不能出来 只在一个 它不像监狱监狱 还可以放风 你还可以怎么样 转出来转 它那个地方是 基本上就是一个很小的空间 那放风的风场 所谓风场的话也很小 那你在里面转的话 一天你要转两百圈 才能达到端定身体的目的 那个地方肯定是 不是人带的地方 那您在那个 被看守的时候 您的那个 跟外界是怎么沟通的 包括你又会有 阅读的这个环境吗 阅读的环境是有的 因为看守 他现在看守 比较 也比较那个了 就不劳动的 你可以在那看书 所以我在那看了很多书 我看了差不多 五六十份数学书 数学 我大概把这个 不是 我把大概现在 全世界的所有的 这个数学 我差不多都看完了 所以这个就用上来 度过一个漫长的时光 如果我真的是 这个有什么 有什么东西 能够让我支撑我 没有疯狂 或者没有疯掉的话 我想这就是 这就是科学 物理和数学 因为这原来我的专业是物理 那么我想他们支撑我 能够保持一个清醒头 因为要不然那么 那么高深的数学的话 你是看不进去的 那您有没有想过 如果你还沿着那个 当时你的专业走 从走对科学家 或者工程师这个道路 会不会跟现在的生活 会完全能 这个我江苏工程师 有个同学就这样说的 他要是不去经商的话 他一定是一教授 因为当时 我是这么同学中 最早考上研究生的 而且也是最早拿到 中国高级工程师职称的 所以 我相信的话 我要在大学里 高级工程师职称就是副教授 那应该这个都是 都是正常的 我 因为我这个 大概 当个教授应该不成太大 但是您怎么评价 就是您 在这个事件之前 可能跟政府 之间的 比较要好的关系 或者友好的关系 可能也是因为这层关系 使得您的这个 格林克尔系 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 很快速地打开 建造一个地步 不 不是这样的 我们格林克尔跟政府 都没有关系 如果有关系 这是 应该有政府权利帮我说话 为什么没有关系 就是我们 去收割的 都是人家干不下去的公司 你比如说 这个亚新客车 到现在它是干不下去的 是不是 当时它就是肯定要卖个谁 卖个谁 我一开始去扬州 不是要买亚新客车的 我当时是要买 洋州酱菜 因为是我洋州人 我都不喜欢吃洋州酱菜 我觉得它的公司 规模不大 我买这个 然后我去 政府请我吃饭 他就是说 你买酱菜 我有亚新客车 我买给你 然后我就 因为是当 政府满腔热情 跟你吃饭 然后跟你谈 我没办法 我就看一下 看完了 他就不出不绕地 缠着你 然后你也知道 我买这个公司 就是玩不下去的公司 美宁的话 是政府一定要卖 当时很多家 在竞争 我去竞争的时候 我应该不是 去的最高价 但是 我出了一个理念 就是如果你把米宁卖给我 我就拥有 中国冰箱的半壁降三 如果我有半壁降三 那我米宁就有定价权 我克隆 跟米宁的定价权 加起来 就是一加一 就不是等于阿兰 而是远远大于阿兰 政府就是因为 我有克隆 再加米宁 因为我克隆 当时三十几岁的分头 米宁占百分之十四 那么这样的 我就百分之四只 那实际上 我们最后住到 百分之五十只 这个这个这个分额 所以我就是这样 跟当地政府说的 我说我不会出教很高 因为这个公司 我认为它有很多问题 但是我 能住的最好的 就是说 我能让这个公司赢利 因为它可以有定价权 本来像它跟国米和苏林 是没有定价权的 我们这个克隆的话呢 还有定价权 毕竟我有百分之三十的分额 我说完了以后 我就用两家公司 来用国米和苏林看 那么那个时候我知道的 连黄黄运这么 这么这个强大的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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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这个 卖方案 他也不敢护士 我在冰箱行业内 我当时就明确告诉我 如果你没有我这两台冰箱 你的冰箱卖场 就不是个冰箱卖场 所以我们上方最后就让了一步 那么我拿了很好的冰箱 卖场价钱 这个就是我当时就是 我就是原话跟这个政府说的 我有这个能力 所以政府把这个米苏林 最后给了我 那我肯定相信 我不会是最高的报价 但我也不是最低的 因为我们也是给了合理的报价 而且也是增进白银 一次性复过去了 我们不会跟人住空手盗牌囊 那个故事 因为我在国外待了很多年 我在了十几年再回来 那么我觉得我跟政府谈完东西 就要去实现 所以我在美宁拿到了一个 这个国企改制的大红旗 因为我改制当年 不仅没有一个人下岗 而在新招了八百七十人 这个恐怕没有一个国有公司改制 是这样的 然后后来因为我 把他的外贸出口 租得很成功 我个人拿了十五万人民币的 这个外贸出口奖 这是给我个人的 都是政府发的 跟企业没有关系 所以我都没有我住的 我跟当地政府承诺的 都住到了 所以我跟政府的交信并不深 在您被抓之前 有一个前奏 这是郎生平跟您的一个争论 那个争论中您表现的 也是比较强势的 因为那个年代 很多年以前 可能就是一个 当时是叫国退民进 这样一个过程 可能这个过程中出现一些问题 或者一些现象 是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 当时您和这个郎故之争 也是在二十年的资本市场上 也是能够浓墨重彩的一笔 可能也会重点提到 我不知道您还愿意不愿意 就回过头来去 去思考当年的那个问题的提出 说老实话讲的 我认为 现在大家都已经知道 郎生平是一个什么人物 如果他现在在挑起 郎故之争 可能已经挑不起来 因为经过这么长时间 他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那我想中国人都已经知道了 所以我认为那个时候 他作为一个香港大学的教授 还是有一定欺骗性 那么事实上 我认为他对欺义是不懂的 因为怎么看一个企业 这个企业能不能买 我可以坦率说 我不怕任何人说 我资本大欧 我在中国公里 看过将近160家企业 可是我买的企业并不多 因为有很多企业 它也是很艰难 因为只有艰难企业 政府才会卖给你 你像卖政府一个摇钱书 它终不会跟你谈的 而我也没有能力跟他来 我的原则是 绝不给任何人以贿赂 那么怎么可能 我会跟你谈这个呢 是不是 所以你政府也不跟我谈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买的企业 都是别人玩不了的企业 也就是你并不能 就是你 你不能 成就 拯救每一个企业 所以你看十个企业 可能有一个是可以买的 就不错了 所以这是一个很认真 四季的一个过程 你光看财务报表 是看不懂的 你要看它的市场 而这个市场精细的机构模型 而这个真是我们家庭行业出身的人 最明白的地方 就是我们看市场 肯定是最明白的 因为这个市场在我们的时候 非常残酷的 充分竞争的 所以我认为 郎夏明对于 他如果说他是搞宏观经济的 我怕无话可说 因为我不是搞宏观经济 我不懂 但是他碰巧那时候说 他是搞围观经济的 他是懂企业 那我觉得他在欺贫的所有人 他不懂邪 那现在大家可能 大家肚子都知道 他并不懂邪 是这样的 所以我觉得应该把这个话 说给大家听清楚 所以你说我是不是 当时跟他争认 很多人 我再反省一下的话 你看张云敏和李同森 就认为 就不理他 也许他们比我更高明 这个东西 是不是这样的 那我当时就跟他争 可能是一个错误 或者是一个 不是很高明的一个举动 不很明智 不很明智 但是我认为 我这个人就像我亲戚一样 我有话就要说出来 如果我认为你不明白 我就会把这话说明 你可以就这个问题跟我争论 你必须说一些那种 口号性的话 什么 这个洗个大澡 什么什么 什么怎么样 他又指个那种排比句 这个企业收购 就不是七个排比 就可以形容的 这是一个很精细的过程 就是一个企业 收购一个企业 你前妻住的一些 默索探索 市场分析 所需要的费用 绝不会低于一百万 就这个费用 你是白出的 收购不成的话 这个就是一个 完全浪费的一个钱 就是您从那个 您从科学家 然后从商 好像从商当中 您也提到过 是有一个很宏伟的 一个商业梦想 对吧 大概的那个 这个事情就来源于 就是我当时在美国 说老实话讲的 这个美国日子也顾得很 很潇洒 很那个 然后到什么程度呢 就有时候周末 美国人不加班的 然后我开个车出去 就带着我全家 我那时候大儿 在美国刚刚出身 那么那个时候 就开到哪个地方 就是随便到什么地方 停下来 就故意说第二天再开 然后周末第二天再回来 就是也实在是 顾得很无聊 什么呢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 应该回国来 来做的事 因为那个时候呢 我在国外应该是 也是赚了很多钱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我认为呢 当时有一个 让我心灵上 一个很大的痛 吃痛我的一个心灵呢 就是这个 这个照相机 你不管买什么照相机 一定是日本人知道的 不管是奥林帕斯 还是什么牌子 它一定是 这个日本人知道的照相机 所以我认为呢 中国人应该有能力 做成哪一个 某一个产品 就不管你买的是什么牌子 它一定是中国生产的 所以我认为 我能够住到冰箱空调 后来我又住了这个 汽车 客车和卡车 那么呢 我认为呢 小汽车应该是不合适 因为小汽车 国外都是流血性生产的 这让我们中国的 小汽车的成本 跟国外并没有太大优势 可是卡车和客车 都是人工装配的 人工来进行的 所以这个50% 就是人工成本在欧洲 如果我们中国的人工成本 加上我们严格的管理 和用欧洲质量的 这个控制这个配件 我们能住到欧洲一样的水平 也就是说 如果能成本降百分四十 我们是很容易打败他们的 所以在客车和卡车行业 将来全世界的卡车和客车 都是中国人生产的 我认为这是完全有可能的 即使这个是 沃尔沃的中国公司生产的 我认为这个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所以我就是带着这个梦想 回国的 所以后来收购客农以后呢 我认为 我在冰箱已经差不多完成了 这个过程 我就是在2003、2004年 一直就鼓中这个霍尔沃 就你把你的冰箱企业 全搬到我这来 我帮你生产 因为你实际上已经没有能力生产 你生产 你肯定生产也在归宜产 我也到这个伊莱克斯总部 就跟他们谈过 我说你跟我合作 是你们未来冰箱行业 我一直去了 那么那个时候 当然这个是 也没有就在需要跟中国 这个贪官 那些贪官污吏去合作 因为我觉得 我就是凭本身吃饭的 我就是在国际这个残酷的环境中竞争的 你知道这个行业是充分竞争的行业 没有任何一地 没有任何人可以帮你和救你了 你就是每天跟那个市长啊 省长吃饭的话 他也并不能帮助你把企业做好 是不是 因为这个行业 所以我可能跟政府方面公开出事住的可能不够 这肯定是真的 我承认这个 但是我认为 如果说你政府公开住的不够 这就不能成为抓我的一个理由吧 这顶多是我个人 有些管理方法上的曲线 好歹我对中国这个管理这个模式不了解 但总不能说 就你这个不够 我就抓你 好歹就是有 可以让那些坏人 让那几个三个最邪恶的人来抓我 而这个一大堆对我有好感的人 甚至认为我是很优秀的企业家的那个人 他们可以不管 所以我认为这个环境是不在 我来之前看了一本书 是叫做那个中国大商的罪与罚 然后他后面那封屁下面有一段话 他用的是原来的这个爱多集团董事长的 那胡志彪的这个一句话 他说就是有人问他想不想做使一柱 因为使一柱有倒了再起来 而且现在有风生水起 很成功的一个切片 然后他说使一柱能够东山再起 是因为他没有摔到谷底 而他而胡志彪本人是上过天堂 也下过地狱 价值观已经和从前不一样了 我不知道您怎么评论他这句话 你没有没有相同的这个 我是这样看待我自己的问题 我认为对我来说 如果不能平反 那我那我这一生就将会 不会再盖任何事了 因为我认为我不能接受一个 强加于我头上的罪名 这就是我现在住在这个地方 很可能我后天被抓 再被抓进去 但是我仍然要把话说出来 因为我认为一个人 我是完全没有罪来 而就是说我是从国外回来的 所以我们以前住民一件事 都要问香港律师 这个能不能做 没有律师的话 我们是不会住的 所以我坚信我绝不会犯罪的 尽管香港法律 跟中文法律不太一样 但是香港律师对法律那种理解 我认为他不会给我一个 错误的回答的 所以我从来对我 事不犯罪这个问题上 我认为我是非常有信心的 所以可是在这种情况下 我别人用莫属有的罪名 灌了这么长时间 如果我不能被平反的话 我不会干任何事 我现在住的事情 在里面住的事 就是重新捡起 我对科学的这份真主 我看到很多科学书 我最近有一篇论文 正在准备发表 这个论文的题目可以告诉你们 这个论文就是 关于时空量子化的 一个数学证明 这个我估计你们可能会看到 如果你有兴趣 这篇文章在中国的 这个学书刊文中发表以后呢 我会送给你们一份 当然这篇文章将来 对科学界有什么价值 这是在物理学 那是物理学家 物理学界应该评论的事 不应该说我们在这种 大众媒体上谈 大众媒体上的话 那我这么谈下去 就跟这个叫什么 把一个科学问题 拿到大众媒体上来谈的话 那就是我就渡了成 跟这个狼献民一样了 是不是 所以我觉得那个是 留给科学界的评论 那你会在乎 这个财富的得失吗 财富我不在乎 我告诉你 我要在乎的话呢 就像我父亲那样 我父亲在三年前 那个时候我们可以打亲情电话 接约你可以 可以像自己的那个温富 我父亲当时就说 你认罪的话 总会 能 给这个家庭 得到的什么 是吧 至少你儿子 可以 接受教育 我告诉他 我不会认罪的 我什么自己没有 我怎么会认罪 我一分级没有 他现在已经弄了 我一分级没有 已经到了这个地步 我所有的东西都给封来 当年是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国务院办公会说 我卖扣龙股票 就能把所有银行贷款还上 现在我所有 别的公司的股票 都给封来 包括甚至包括 我当年 就私人投资 1990年 我投资了中国这个 一个信用赛的十万块钱 后来到了这个 中国银行 就是我因为这么主力 投了就不管了 后来他的滚动滚动 股票已经到了84万 他上市84万 我这个股票 都已经给这个 分散这个这个 中学拿走了 也就是我现在 我出来以后 我说这个钱总是我的吧 我就一问了 这个钱没有了 也就是我现在 没有可支撑的钱 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仍然是 绝不会向我的敌人妥协 也不会向他们投降 再不成 我总可以回美国大学 当个教授吧 我相信我这个本事 还是有的 我还不愁 我将来没翻吃 那你说 我这一年 你抓我 你肯定有一天放我 是不是 我相信以我的能力 我到美国大学 当个教授 我觉得还是有这个可能性的 我当时要这么做 也是完全有可能 后来我下海经商来 所以我根本不认为 我将来会走到 你翻都吃不下去 吃不到的地步 我当教授的能力 我现在仍然有 至少我现在 这一次这个论文的话 我就考这个论文 去向哪个大学 投简历的话 估计他们也会给我一个教授的这个资格 所以我认为这个论文应该有这个价值 所以这也是我自己给自己留下的最后一条货弄 也就是我在这个 监约你看到这个 就五十度门数学 不是五十度本 和这个 这个所有的问题 当然我以前学过 你专业的 我看我你是正常的 那看出不出东西的话 我换来一个东西 就是说 我可以不在乎 你还不开我任何财产 我肯定会有一个大学的情况当教授的 这就我有足够的心情 那至少我这篇文章 就肯定可以赢得一个教授的位置 那所以我相信我儿子还会有饭吃 那所以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肯定应该去为这个未来的 能够给中国创造这个经济腾飞的 这个企业家 就挣来一个保卫的空间 至少他们不要像我这么悲惨 看您在谈论财富得失的情绪 比刚刚谈论这个案件好像淡然很多 那最后呢 也祝您在后面的生活能够健康 然后能够实现更多的这个报复吧 定在这个科学道路上的报复 我想的话就非常感谢你们 给我一个真相的这个机会 我非常感谢 尽管我知道 也许可能有很多话也发表不了 但是我还是非常感谢 谢谢